字幕提供宣布 大家練佛 會不會 veces口口 大家念佛要有一個要領 就是我們要用丹田氣 不要用胸腔 用胸腔練久了這個胸部會痛 喉嚨會痛 要從肚子 丹田就是肚子 這個氣要從丹田出來 要知道換氣 如果你氣比較不常要換氣 這樣練了才會傷氣 不然會傷中氣 這個唱練 我們唱得如法 就對身體健康有幫助 唱得不如法就會傷害 所以我們可以長的吸一口氣 如果你短的要換氣 吸半口氣 或者吸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只能吸到胸腔 吸一口氣可以吸到肚子丹田 那麼你就足夠的氣在念 所以大家看到我念一整天唱三七念 從頭唱到尾 靠這個 大家要知道這個要領 那麼我們念就是說這個聲音 音調 這個都要講求的 我們念你才會色心 我們時間多打腹氣 所以我們就能夠不斷的來提升 達到最好的效果 大家不要把念佛看得很難 也不要看得很容易 那麼不然就是說 我們一心念以為 妄念起來 你不要說他老亂了 這個就叫一心不亂了 你不要以為說什麼妄念都沒有 沒有那麼功夫 我們只要有這樣的一個功夫 就可以往生了 代替往生 這樣大家明白 那其他的法門就不行 那個條件比較高 但是我們念佛法門 只要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